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仍然较为松散 预料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 天文台会在今晚10点40分发出1号戒备讯号 负热带高压值为本港带来炎热的天气 但也有几阵骤雨 天文台说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仍然较为松散 与它与西南季后风相关的狂风骤雨 正覆盖整个南海中至南部 天文台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另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风暴隔尾 预料向西北移动到台湾附近的海域 受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 本港下周中期天气酷热也有几阵骤雨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余报道 而在澳门1号风球仍然生效 预测厅天日间发出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 澳门下周阳光普照 天气酷热 市区一度绿德超过涉事33度 气象局预料受到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影响 澳门明天的风势逐渐增强 骤雨增多 间中有狂风雷暴 按照现在的预测路径 热带低气压或者在星期一 在澳门西南大浴300公里份为外略过 气象局也发出南极风暴潮警告 预料明天和星期一早上 内港地区会出现水浸 高度是半米以下